词曲 李宗盛 就算被捉弄也绝开心 天底下 也只有你能让我又喜又闹 没有你的岁月 想起来都觉得无聊 你思维 跳脱爱 产生幻觉 互作互悠 难以寻找平衡点 不识不懂 可是那又怎么样 没有人比你更爱我多一点 你向左 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 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但越这样 我越是想摇头 头牵着你的手 你向左 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 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你的左手 千万右手 才能幸福在 每个路口 想平啊 把银子分给大家吧 各位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我们万宝斋大祸将至 我现在把这些银子分给大家 作为遣散费 大家拿了银子之后 请尽快地离开比过 若有一天 我万宝斋 能够避过此劫 我一定还会请大家 再回来帮忙的 现在大家赶快离开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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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洗好了吗 洗好了 马上就要吃饭了 好 逗逗 原来我之前 都喜欢穿这么 画里虎哨的衣服啊 可不是嘛 以前啊 你最喜欢穿这种衣服了 不让你穿你还生气呢 你过来 我从万泉那儿寄了几身衣服 等你下山之后再给你买件新的 这个 怎么穿啊 你不是好了吗 衣服都不会穿 我 虽然智力正常了 但是你也知道 从小我们家就有丫鬟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衣服 还真不会穿 沈波南那是以前 你现在不一样了 你现在什么都得学 什么都得会 要不然的话我下半辈子可就惨了 你笑什么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在你爹娘面前可是夸下海口的 说要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儿子 如果你要是那么不靠谱的话 我 我是砸了我自己的招牌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放心吧 那你打算怎么照顾我啊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你打算怎么照顾我啊 我把这几天拉下的课程全都护上 然后再好好考个状元 让你做一品新年舞 考上状元哪有那么容易的 你可别忘了啊 我可是那个七岁就考上秀赛的神童沈波南 那一眼为定不许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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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吧 来 你怎么还把这玩意儿穿在脚上啊 快拖下来 干吗 你别扔 好 这是 我七岁考上秀赛那年 爷爷送了我一双 像有宝石的虎头蟹 但是又怕引起歹人的际遇 就用特殊的手法 把宝石的光芒给去掉 我这些年画了好多双虎头蟹 但两颗宝石一直留着 你说 这个是宝石啊 这 给我的 当然 这是沈家的传家宝 当然要给沈家的长媳妇保管了 好吧 那我先替你保管着 等到将来你考上状元了 给我一个婚礼 这才算数的 我 我也要 我才不稀罕呢 我只喜欢我的爷 爷 大大好想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呀 我 一定是万全告诉你的 这么说 我爹娘也应该知道了 爷 你是不是真的好了呀 你 你现在都可以这样说话了 那你的 你的头 哎呀 好了大大 现在伯能都好了 而且脑袋瓜比我们正常人还要好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她叫她傻瓜了 爷 太高兴了 啊 大大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重 你能不能把我送开再说会儿 这些啊 可是我们家爷最喜欢的东西了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是吧 爷 是不是由你的大大想的最周到了 是是是 也幸好你来了 终于有人可以照顾我的衣食体 来 帮我把衣服穿上 好嘞 哎 你休想 你休想 老爷 今天晚饭你一口都没吃 已经很饿吧 我煮了碗汤 你尝尝 哎呀 我吃不下呀 哎 这不刚醒了没有啊 我刚才去看过了 还没醒 好 薄琪少爷 你回来了 爹 娘 你还有脸回来啊 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帮忙就算了 居然一走了之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爹 我知道你平日里 一直对我不满 但是在你骂我之前 你先看看这箱子里的东西吧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爹 伯刚遗失了玉石之后 我知道如果不能找一块 代替他的玉石 我们沈家可能就有面门之祸 所以我便忙不停疲地 寻找任何一个 可能拥有玉石的卖家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日打探 终于让我找到一块 能够打造佛像的玉石了 这块玉石 寓致细润光滑 的确是块上好的玉石啊 这对我们沈家来说 真是及时雨 爹错怪你了 没关系 只要爹满意就好 老爷 既然玉石找到了 应该早点将玉石 送到作坊去雕刻才对 薄琪 你就替你爹跑一趟 办妥这件事 好的 娘 来 不去啊 我跟你一块去 走 嬷嬷 赶快去找些人来 小姐 这 怎么 你又想教训我 快点 沈墨南 快点 快点 别那么磨叽 快点 站好了啊 大大姐 快打开 把肚子给我收过去 要不然挺直啊 逗逗 你这一大清早子干嘛啊 你废话 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做运动 快开始啊 做运动 你跟大大学 快点 一二三四 沈墨南你还偷懒 快点 二二三四 三二三 三二三 三四 三四 二三 沈墨南你又偷了 看着我干嘛 洗啊 我要回家 废话少说大大我跟你说 洗不洗啊 快点 不许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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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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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墨南 你看见大大了没有啊 他跑到哪儿去了 他可能下山找半泉去了吧 这匹马是从哪儿来的呀 想骑吗 你 你会骑马啊 不知道 我只记得小时候爷爷叫我骑过 试试看吧 怎么样 我还行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以前骑过马吗 这个沈墨南脑子开完刀之后变得更坏了 可是 我怎么觉得我更喜欢他呢 诶 我们去户国寺吧 好啊 驾 驾 你们两个偷着玩不带我 爷 我也要停 停下来 停下来 我再停下来 等等 快让开 快点 快走 我还没碰你呢 对不起啊 轻点行不行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杀猪呢 你轻点行不行 疼死我了 我可是一个靠容貌吃饭的少女 你让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好了 大大 豆豆说涂了她的药马上就没事了 你别那么紧张 那你说以后 我还可以恢复那样的花容月貌吗爷 花容月貌我是不敢保证的 但是呢 我敢肯定 你绝对有一张八月十五的大饼脸 你 爷 她能欺负我 你把她修了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大大 你呢 就安心在家养伤 我和豆豆去一趟火锅寺 顺便也帮你烧出香 求你早日康复 哦 爷 你最疼我了 行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什么 雨呀 雨呀 腰鬼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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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 我不偷听 我在外面等你 你有什么话呢 就跟佛祖慢慢说 佛 佛祖 谢谢你让伯南的病好起来 虽然他和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 我更喜欢他现在的样子 我感觉 好像比以前 更加喜欢他了 所以希望佛祖保佑我们 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直到永远 永远 施主 您要是想留下您的末报 那边有笔墨可以 谢谢小师傅 不信 Cobie 自从父皇家崩后 朕时常在梦里看到他老人家 他每回都是闷闷不乐的 似乎有什么心事 大师 您看 这是什么原因啊 皇上与先皇父子情深 正所谓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啊 皇上不必多虑 老那坊里有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皇上可否拿去看看 好 好 朕一会儿让刘公公去拿 海上之患大于陆地 官王师水路并驱 正其互用 缘分四路并携一心 焚其除粮薄其潮雪 外源息断内计无之 好 写得好 真上公子见笑了 这本是在下在七岁时做的一篇策论 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难懂 坐井观天 得公子谬赞 在下真是自愧不如 你这篇策论 虽然写得头头是道 但有部分问题 朝廷早已提出解决方案 不成问题了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 咱们是不是见过 我想公子一定认错了 在下从未见过公子 那你继续写吧 不打扰了 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他从未见过公子 也就是皇上 上一句 他说这是他七岁时写的文章 七岁 七岁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是啊 不简单哪 老刘 你去打听打听 看看这位公子 是哪年冲的军 如今关区何位 朕要重用他 奴才明白 快保护皇上 快走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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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老刘 公子 走 你 你 怎么是你啊 是你啊 我让你害我 我让你欺负我啊 你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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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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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放手 你给我放手 你 臭屎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撤 快 来 好不容易查到小皇帝私自出宫 这么好的机会全被你们搞砸了 我再想出手的话 恐怕难上加难 侯爷 您别烦恼 我早就想好更妥当的法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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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咱们真是有缘哪 想不到咱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 你是谁 抓我干什么 在下苏信义 王姑娘不记得我了吗 你记不记得我无所谓 但想必 你应该认识她吧 你这个卖国贼 你才害自己的同胞 丧尽天良你不得好死 牛刀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倒是为了你爹的相乡人头 耗费了不少心力 你说什么 你说我爹的死跟你有关系 虽不重 亦不原意 在下是受威昌侯之命 一手策划了这灭门血案 我本以为天衣无缝 说不知 姑娘却尝了漏网之鱼 实属美中不足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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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为我爹娘报仇 你又不是把我放开 放开我 王姑娘 你杀了我又能怎样 我不过是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就算你杀了我 你爹娘能死而复生吗 姓苏达 你别再跟我狡辩了 我不杀你 我势不为人 王姑娘 这事可真怨不得我 要怪就怪你爹不失实物 竟然暗中收藏 威昌侯谋反的证据 还意图进京告状 他以为没人知道 殊不知 却早有人 将此事告诉了威昌侯 你想想看 如果你爹 密奏皇上的折子 送到了皇帝面前 这个时候 死的人就是我 还有威昌侯 不是你们一家子了 你口口声声说 有人告命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若非此人家中 藏有侯爷的宝物 我早就将他除灭了 怎么会让这卑鄙的小人 嚣张到今日 竹子 侯爷请您过去一趟 什么事 那个人又来了 那个人又来了 他想干什么 难道 他觉得侯爷赏 他的还不够多吗 奴才听他的口气 似乎如此 神未踩死 鸟未失望 这兴臣的总有一天 会被他的贪欲给害死 走 看好的 是 秀神的 这个秀神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和我爹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 是 宝贝 兄弟娘 来来来喝酒了 好好来来来 这酒哪弄的 除了沈庄主 还能有谁啊 你说这沈庄主 真是够意思啊 隔三畅五 就给咱们送 好酒好肉了啊 废话 万宝斋一夜之间 成为京城的皇商 这全是咱们侯爷 对他的提携之恩呢 我跟你说 这种势力小伙 出卖朋友 早晚会遭报应呢 神别说别说 喝酒喝酒 来来 喝酒喝酒 沈伯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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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放虎归山 难道不怕后患无穷吗 侯爷 学生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欲擒故纵的 一种手段 其他的事情 我早就安排妥当了 王子密到了沈家 一定很容易就查到 我在沈家留下了一些线索 他为了报杀父之仇 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颗 有用的棋子 你的意思 是想利用他 找到藏在沈家的铁盒子 王沈两家交情深厚 又有儿女婚约 王子密出手相处 大事必成 好 好 这个几次好 看来这笼中的小鸟 终究还是飞不出我的手掌心呢 我现在倒是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 他们自相残杀的样子 老爷叫你呢 在那边 哦 知道了 啊 于是 郭某某 你不是跟爹到树房去了吗 爹要我过来拿 drove 走 不这走 slide 我给你爹爹送药去 好 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等着你 不光少爷 你醒了 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你已经昏睡好几天了 夫人和老爷都焦急得不得了啊 我去通知他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 据我所知 侯爷曾经赐给沈祖光一枚 可有昌字图案的玉佩 侯爷曾跟沈祖光说 他日当侯爷登基 沈家可凭此玉佩 享有种种特权 荣华富贵必是享用无尽 想不到 爹娘是被决信任的人所害 伯冈 你醒了 快跟娘说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 伯冈少爷 你不能乱走 伤口会裂的 娘 我现在有急事要办 我先走了 急什么 有什么事情等你的伤养好再说 郭嬷嬷 快到厨房去煮点白粥 给伯冈吃 他好几天没吃东西 郭嬷嬷 不用了 娘 我真的没事 我现在有急事要办 回来再跟你说 伯冈 沈祖光 你这个人也收心的家伙 可我爹生前那么相信你 谁知你竟然害他 我王子你发誓 我必杀你为父报仇 是 怎么办啊 公子 您又来了 快里面请 小二 我问你 上次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公子 他来过吗 你说的那位公子 他好久没来我们客栅了 我没有看到他 不可能啊 明明说好在这见面的 公子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我没事 小二 去给我泡壶茶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子民 你到底在哪里 那那 那那 那那那那 那那 好 奶奶 爷 我回来啦 大大 你回来啦 我让你买的东西 你都买到了没有啊 全齐啦 太好了 这 这是人家的 这不适合你 这不适合呀 不适合 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这是 不适合 大大 你在这荒郊野外的花窗给谁看啊 你叫 我美吗 你放屁 你 快点收拾 又是我 快点 我想我爷爷 爷 睦睦好了 你可以过来大展身手了 你 大大 我要给爷嬷嬷 大大 你先出去一会儿吧 那我去补补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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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你 我 好不好 千万别累什么 没事 我不累 浪费这么多年 我得加倍努力才行 那 我先去睡了 你不要看太晚啊 好 好 公子 看这些娃娃多可爱呀 买一对回去送您心爱的姑娘 她肯定会喜欢的 欢迎光临 沈公子 小二 我问你 我兄弟来过吗 您说的是王公子吧 他刚回来了 不过 子秦 沈公子 子秦 你怎么才回来呀 沈公子 是不是 沈公子 小二 你不说他人回来了吗 人呢 又走了 又走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一直在等他呢 我跟他说过了 可是他没有搭理我 付完房间 松松忙忙就走了 下去吧 来 在歌 我看他的 他就把他帮十八 我找到惊喜的 我找到惊喜的 快刘 他公子 你也找到惊喜的 你 你大晚上弄成这样干吗 你还吓死人哪 第一 我在服药泥 第二 这是我的爷躺过的床 我在赶上呢 懒得理你啊 再见 再见 你明明知道 这山上风很大很凉 万一找凉怎么办 逗逗 把药喝了吧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 到时候受罪的可是你自己啊 你看 今晚的天空好多星星 余神医不是说你已经好了吗 你怎么又像以前一样又傻又笨的 连喝药都要人照顾 快喝了 好好好 我喝 有时候把我真的觉得 被你管着很幸福 就知道说天眼觅人 你看到那颗星星闻了吗 那颗 那颗 就那颗最亮的 那是什么 那颗星星 叫北斗 我记得小时候爷爷曾经说过 出门在外的人都要认得北斗 这样他们才能辨别方向 找到回家的路 北斗 那这颗星星 那这边呢 这边几颗就要什么星啊 那七颗连在一起 像勺子一样的 是北斗七星 这样的夜晚 看着这样的星空 还有这样的你陪着我 夫妇何求 那是 有我唐豆豆 如此大美女陪着你 那 当然是享福了 银烛秋光 冷化屏 青罗小扇 扑留影 天接夜色 凉如水 我看千牛 织女星 我看千牛 织女星 这首诗听起来好美啊 可是 千牛和织女星在哪儿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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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位置我也说不清楚 但我只记得书上说 千牛织女星一东一西 每一年才能相聚一次 爱 Truth 这样啊 好可怜啊 夷火虫呀 你看 喜欢吗 萤火虫 当然了 有没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啊 如果把萤火虫抓起来 放在房间里面的话 它们就会一亮一亮的 发出跟星星一样的光 那样多好看啊 是很美 擦肩儿故事 不想看见你 无明知有陌生的表情就算在坚持着 不过命运思念还有什么意义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 你的爱像流星花过后却没了踪影 可明天来临要我如何放弃 怕只怕回忆一天一天默默等着你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你的爱像流星花过后却没了踪影 到明天来临之前可不可以 回到昨天不要再相遇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我的爱像水经破碎风只剩下泪滴 在天亮以前最后一次想你 明天以后不要再相遇 明天以后不要再相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